肩肠拉伸真的可以让我们再次找到 因为你把你所有身体的整个筋 全部都拉开了 拉直了 这个时候呢 筋肠的你都会腰背啊 腿啊 都会变得很腥肠 自然是高低 那么又要教大家一个运动之后啊 每天都需要做到全身拉伸 首先呢 我们去拉我们的胳膊 头转向另一侧 然后那一侧手臂向一侧拉 贴向胸部时 头再转向另一侧 拉我们的手指头 向下去翻 然后再向上去抬 到后侧的时候 食指交叉 收紧核心 向后去拉 然后拉一下我们的侧腰 跪到地面 一只腿打开 把手向一侧去拉 拉我们的定时侧腰 再打开我们的脚 收紧核心 沿着我们的腿 手臂向一侧去高 然后拉我们的背部 我们跪到地面来到四脚板凳式 这个时候 臀和腿保持一条直线不要动 收紧你的幅度核心 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向额 找向我们的地面 然后拉我们的后腰时呢 让我们的身体趴到地面 双脚被贴到地面 把手放在我们的胸部两侧 收紧核心时向上 推起我们的胸腔 这个就是上半身的一个拉伸动作 好